大家好 今天是3月30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時半新聞 致力於協助溫市中心東端有需要人士的組織 溫哥華區毒品使用者網絡 週三在Twitter上載照片以及影片 可以見到新村工作服的市府人員帶同清潔工具 在面街道清除帳篷以及雜物 現場更設有路障避免其他人靠近 更有多名警員駐守在街道兩旁 該組織表示 而當局由今個星期開始有系統敢在逐個路段拆除帳篷 令到無家可歸者無處可去 並且批評溫哥華市府繼續無視於他們對於適切住屋的需求 反而透過部署大量警力強行驅逐 更有帳篷居民形容好似動物般被對待 幾十名溫市府以及溫市警員員 週二也在喜市定東街清理帳篷 雖然有住在附近的居民說 街道涌擠不會對他造成困擾 但另一位居民就說 這些無家可歸者已經在溫市中心東端住了30年 市府是時候全面清除帳篷 因為這些帳篷已經成為火災隱患 他們又說從來都未試過覺得夠不安全 又說雖然警察正在努力維持和平 但自從帳篷城出現以來 槍擊事件更多 而且也充斥著暴力 省房屋廳長柯爾倫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 公布了溫市中心東端的房屋及支援計劃 他說自從在去年7月頒布清策令之後 溫市中心東端帳篷的數目 已經由180個減少到大約74個 目前在喜市定東街大約有117人露宿 當中有70人已經表達想住屋的意願 省府將會在今年6月底或之前 提供330個新單位給區內的有需要人士 全新歐洲丹麥品牌360度全方位智能助聽器正式免洗 精巧舒適完全隱形即時提升聽力 還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現在的助聽器還有高達半價優惠 快點打來預約你的聽力測試吧 中山公園協會在網上發起眾籌行動 以支持上星期日溫市中心咖啡店門內 凶殺案的37歲男死者施密特的遺傷和其3歲女兒 截止到今天下午2點 該眾籌已經沒有超過14萬5千元的款項 斯密特的母親向媒體透露 他得識斯密特在案發之前曾向疑犯表示 不要在他的女兒附近吸食電子煙 但其後就發生爭執 最終斯密特被疑犯刺死 由昨天開始 有行人在案件發生的咖啡店門內 擺放鮮花 記念死者 至於當場被捕的男疑犯戈薩爾 就將於4月11日上庭 溫哥華樓花燕樓第一資訊 街壁地產 Sutern Group Vancouver First Realty 現在香港還有office team 我們提供最親切最專業的地產服務 所以無論想投資收租 或置業安居 我們就在尖沙咀的新港中心 快聯絡我 Egger 我的電話是9163-8311 9163-8311 9163-8311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從事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Landst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分一對適合你的助聽器 助理聽得更好、聽得更清 現在的助聽器還有超級優惠 快點打個電話來預約吧 溫市警方今天公布一條監控片段 尋找一名涉嫌和上星期日 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後行縱火案有關的女兒犯 從片段中所見 這名女兒犯當時貌似精神狀態欠佳 在後行移動期間步伐不穩 又經常四處臟亡 更不時踢起地上的垃圾 這名女兒犯留有啡色長髮 案發當時頭戴深色頭巾 身穿黑白色花紋的長袖T-shirt 深藍色牛仔褲、白色運動鞋 背著一個黑色背囊 警方指這宗縱火案件對中華文化中心 造成大量的煙燻和水浸損毀 現在公布疑犯片段 希望公眾可以協助確認疑犯的身份 警方呼籲如果有任何人有疑犯的相關資訊 請致電604-717-2541 和溫時警方重案組聯絡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肝瘤、肝瘤、肝裂、肝瘤、肝瘤等 溫時警方公布了一項為期三個星期的打擊商店道 涉惯反行動 在該行動中逮捕了217人 並追回近8萬元失洩商品 警方指該批被捕人士 曾被定罪的次數多達4695次 這些竊策經常以 例如倫敦藥房這類中型商鋪為目標 警方更透露其中一間零售店鋪 在行動的三個星期內 成為刷人落手目標的次數高達53次 行動代號為商品掃描碼的三個星期行動中 警方在合作商戶的店鋪外面守候 當店員發現可疑人物進行高賣時 就會通知店外的警員到場拘捕涉測 溫哥華明天31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日間會下雨 氣溫最高8度 晚間會有驟雨 氣溫最低只有3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炮DailyR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條片 安省波浦鎮省警雷德蒙德被控在2021年12月 強姦一個失去意識的女子 並用手機把過程拍下 這件案去年夏天開審 審下停下停下審下 最近經過兩日不撤陪審團的審訊後 終於在上個月16日法官裁定雷德蒙德罪名成立 並且會在4月14日判刑 雷德蒙德是在2000年即2000年加入省警 但由2015年開始 他就一直帶身優假 即是不用上班可以拿人工 為何那麼順利? 犯法 當年他軟入在一宗毒品案裏 因而被調查 當時開始他就大身優假 一直到2018年 他承認一項販賣大麻和偽造文件罪 但因為他不用被判入獄 那又繼續享受大身優假 一直到現在犯賣強姦罪 他都仍在大身優假期間 而省警一直蓋著沒有公布有關檢控 不僅如此 說出來你還扯火的是 在2021年公共部門超過年薪十萬的陽光名單裡 他榜上有名 當年他的收入是十二萬一千零四十七個九號六 一個這麼陰暗的公布 名列陽光名單真是諷刺 他的收入還是你和我這些死爛爛爛的納粹人給他的 你說扔不扔? 而在今次強姦案裡 雷德蒙德犯案手法之卑劣 你聽完就知道什麼叫令人發指 案發當日 雷德蒙德和受害人全日在一起 兩個人一起多次吸食可家人 又喝酒 直至到雷受害人失去意識 第二天 當雷受害人醒來後 雷德蒙德就說 在他昏迷期間 他和他發生了性行為 並且用手機把過程拍下 你說這個雷德蒙德是否賤 受害人在法庭上作公說 當時雷德蒙德試圖在他面前播出這段強姦片 顯示他當時如何爛醉如禮 但由於他覺得很尷尬 所以一手推開了 過了沒多久 還有更加賤的事 這條強姦片 在雷德蒙德的社交圈裡廣泛流傳 三個證人作證的仇話 雷德蒙德向他們吹牛 並試圖向他們展示這段強姦片 一個證人作證的仇話 雷德蒙德在講到這件事的時候 還用這件事來開玩笑 似乎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很有趣 甚至取笑這個受害人 省警最終在2021年發現了這段片 於是展開刑事調查 之後控告雷德蒙德性侵 在審訊期間 雷德蒙德還將歪理講成真理 他用手機上拍攝的強姦片段 來證明受害人有淤酒的問題 他這樣做是令到女受害人可以上一課 顯示受害人這樣的飲酒法 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而片段也證明了 當他醉酒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以強姦他 雷德蒙德強辭奪你這樣說 受害人都醉到忘記這件事 證明受害人沒有說不同意和他發生性行為 真是很好運 法官不同意他的說法 法官非常清醒和精明地告訴雷德蒙德 受害人已經失去知覺 他根本無法同意和他發生性行為 對於雷德蒙德這樣的警員 省警法有人確實 雖然他是多次被定罪 但目前他仍然受憑於省警 你說你說我們這些納粹人 是否真的激到無話可說 一個華裔男人涉嫌在這星期二 28日下午在Arola一個十字路口 故意用車撞向前面一部保時捷汽車後 再由持槍同黨威脅男司機下車 將車劫走 但這個涉案的華裔男人很快就落網 原來他犯案後 就到列治文山市一個油站加油 被一個機警的巡邏警員 見到他的車車頭的傷痕 似乎是剛剛被撞毀 於是上前查問 還將他逮捕 目前有黑區警方正在追尋另一個黑人疑犯 事發在這星期二下午12時50分 警方接報只在Bathard Street 隔McKeyland Drive的地區發生劫車案 24歲的受害人向到場警員表示 事發時他拿著一部2018年款 黑色的保時捷四驅車Porsche Cayenne 沿著Bathard Street南行 當他在一個十字路口的交通燈前停下 被一部黑色的福特Escape 四驅車從後撞尾 一個男人隨即落車 還走到保時捷四驅車前 用槍指嚇他 受害人安劫匪要求落車 對方就立刻拿著保時捷 繼續向南面逃走 至於福特Escape 就尾隨其後 事發後沒多久 一個警員在巡邏時 在列治民山市的Bathard Street 隔Bromington Road的一個右站 看到一部車頭明顯 剛剛撞毀的黑色福特Escape 汽車在加油 於是上前查問 並將華裔男司機逮捕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被捕的華裔男子 姓名逸陰叫馮浩腸 現在被警方落案控以 持槍搶劫 醫圖偽裝等罪名 並且在今天再度提堂 警方現在追尋另一個 仍然在逃的涉案疑犯 她有一個身高大約5呎10寸的黑人男子 身材收縮 事發時身穿黑衣黑褲 和戴著黑色的口罩 麥基爾大學22歲姓譚的 華裔女學生Amanda 就來畢業了 也開始擔心 不是擔心畢業即會失業 而是擔心畢業之後 很快就會失去獲得藥物的保險資格 因為她患有俗稱 漸動人症 要服用一種新藥 而這種藥物每年的藥費要9萬4元 Amanda說 大約在一年半前 自己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症狀 她說 經常抽速 手的壓力非常奇怪 很弱 遭運動非常困難 4個月之後 她被診斷出患有漸動人症 這種神經系統習病的生存率 一般只有3年 她在TikTok上 分享了她的故事 有些帖已經被瀏覽了幾萬次 她患了這種怪病 仍然能夠保持如此樂觀的原因之一 就是有一種新藥 可以延緩ALS的擴散 她說 這種藥幾個月之前 剛剛被加拿大衛生部批准 而幸運的是 我可以給其他人更早獲得 因為我有私人保險 Amanda的醫生 是滿地可神經學診所ALS項目主人Angela 她說 好像ALS這樣的雜病 會很快地擴散 當有一種藥物 可以停止或減緩擴散的時候 好像Amanda這樣的人 就可以保持獨立生活 甚至是規劃未來 只要她是學生 就可以由她父母的健康保險來支付 但兩個月之後 她就畢業了 意味著Amanda將失去她的保險 她的藥物每年將花費94萬元 而灰散的公共健康和藥物保險計劃 不包括這些費用 Angela說 那些急需這種藥物的人 只不過是為了活得久一點 他們應該有權利獲得這些藥物 Amanda的醫生 已經多次致電衛生部講述情況 但她仍然收不到衛生部的答覆 對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 Amanda感到困惑 58歲 報稱物流公司冬鑄的曾子良 在2020年六四事件31週年的時候 在旺角亞加勞界參與島路而被警方驅控 早前她承認非法集結罪 今天被判入獄7個月 判刑之前 被告向法官求情說 因為要遵從不得離港的保釋條件 所以不能與海外客戶見面影響生意 因此而欠下超過300萬的貸款 妻子亦與自己關係疏離 兩個人去年離婚 家庭破裂 被捕的時候 又因為被警員從後撲倒制服在地下 導致她事後要看醫生療傷和接受物理治療 她為這件案已經負上了沉重代價 希望能夠獲得法官的輕判 區院法官林偉權判刑的時候說 被告的行為擾亂秩序 但接納她受到社會氣氛影響於法案 而不是一個帶領的角色 而本案集結時間不長 受影響的範圍有限 沒有對公眾造成影響 也因為警方及時制止集結沒有演變成暴動 否則後果會更加嚴重 被告過去有案底 不過那件案和這件案的性質不同 適合的兩刑起點是監禁9個月 被告認罪獲減刑2個月 法官並寄予被告出獄後要重新出發 特區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 推行居越長期複診港人特別支援計劃 委託港大深圳醫院為醫管局複診病人 提供資助診診服務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崇茂今日說 政府正是參考這個計劃的經驗 推行先導計劃 被合乎資格的人 可以繼續在港大深圳醫院 接受資助診診服務 為了照顧疫情期間 因為強制檢疫措施 而無法如常來往香港和內地的醫管局病人 特區政府在2020年委託港大深圳醫院 為那些已經預約了醫管局指定專科門診 或是普通科門診覆診的病者 提供資助診診服務 並且為每一個人額外增加1,000元人民幣的資助額 特別支援計劃原本定於今年5月完結 根據政府去年的數字 截至去年8月底 港大深圳醫院已安排了大約53,660個診診預約 而大約有45,600人次已接受診診 曾任港大深圳醫學院院長的盧崇茂 近日率團訪問廣東省 今日與深圳市委建委主任吳鴻彥會面 盧崇茂發稿說 政府會希望參考特別支援計劃經驗 推行先導計劃 給合資格的人 可以繼續在港大深圳醫院接受資助診診服務 以便更有效探討及規劃適合的模式 照顧港人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生活醫療需求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